所以那時候換衣服的時候 那時候好像是零下兩三度吧 你得脫光在那個荒野裡面換衣服 這可以問嗎就是 有被潛規則過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倫 今天這一集呢又是很特別的 我要來訪談在韓國生活的台灣人 那今天邀請到呢就是 目前在韓國模特公司 就是當模特的 陳昊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陳昊 Yeah 陳昊 陳昊要先自己自我介紹一下 我就是一個台灣人 然後我現在來到韓國兩年 然後我在這邊當模特 很特別 因為我覺得很少聽到 有台灣人竟然在韓國當模特 所以那我就趕快就是 找他來跟我一起拍影片 因為我是金門人 然後就是一個鄉下小孩 然後我以前其實就有在準備當 就是練習生這樣 然後就是有去參加一些 你說從國高中開始嗎 對在我十五六歲的時候 對然後又因為又在金門 然後當時其實有過了 audition 然後可是因為過了audition之後 他就是要送到韓國 對 可是因為我當時年紀太小 我又是就是這門人 然後爸媽比較保守 他們就不希望我做這個工作吧 所以等於錯失了一個機會這樣 對就是大錯失啊 哈哈 現在答謝 當時可以偷偷公佈一下 當時是哪一間嗎 就是 SM SM 好好 那之後呢之後 然後反正之後 接著上大學喔 然後上大學之後 然後就變成說在台灣 跟台灣的一般的個人經濟在做合作 然後呢 所以是 練習了一陣子之後 然後就是 開始有一些跟廠商的接觸 什麼的 然後最一開始見到模特兒 其實是我 完全沒有想不到會這樣子發展 是一個大學同學 他的同學在這個時間當那個 服裝設計器的學生 然後 所以他就邀請我去當他模特兒 然後就開始物打物撞 然後你是什麼時候來韓國的 我是2018年的3月 所以兩年前了 對快兩年 那是剛來的時候就 開始模特兒還是 就是因為我一來就馬上簽約 然後簽約之後 其實公司說要 就是得換簽證 那時候一來的時候 我就是 是用打工度假簽證來的 對 然後所以後來 跟公司去任業之後 他們要換一個叫 E6的演藝簽證 然後 這演藝簽證就是跟 周慈宇同一張 就是台灣人的演藝簽證 有另外一個工作簽證 然後 很特別 很囂張 很潮白 可以拿出來說嘴 可以拿出來說嘴 這裡哦 哈哈哈 廠商就是都是看那些卡 然後做挑選這樣 對 就是公司一開始 他會幫你拍一些 就是你的那個 個人檔案 一些個人照片 然後 他就會放在你公司的網站 然後他也會真的做成一張卡 然後就發去 可能有廠商 他自己進來找的話 他就是發這個卡 給他看說 嗯 我們公司現在有這些人 然後讓你去挑這樣 那 一樣有分價位嗎 還是 價位其實有 但是這也是一個就是行內的秘密 哦 就是其實公司一般不會希望就是 模特知道自己的身價 但是其實 真的假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這份工作 你到底賺了多少錢 然後是等公司給你錢才知道 就是 大概就比例 其實你公司跟你說 你現在可能有一個 有一個工作 然後你可以 跟他問說是 這個工作是多少 嗯 對 但就可以看你自己要不要接 但我是 還是可以拒絕 對對對 我一般是都會接啦 哦 所以 價碼算是公司幫你談 而不是你自己主動說 我是多少錢 對 當然是公司盤的 是公司盤的 沒有沒有 因為 比較搖掰的 應該就可以說 我多少錢 這樣 真的要很搖掰 哈哈哈哈 這要做搖掰 哦 公司那時候就是看好 就是 像我韓國的藝名是 就是用我 台灣的名字 用那個 直接翻過去的 翻過去的 就是希望我 就是讓大家一看就知道 我是外國人 對 對 對 然後那時候像我的 韓國的第一個出道作品 就是排那個 Vogue雜誌 哦 對 然後所以公司那時候就覺得說 應該是外國人這個東西有賣點 搞不好你之後有 也會跟子余一起拍啊 哈哈 很希望啊 找很多個台灣人然後 放在一起這樣 哈哈 譬如說像 這可以問嗎 就是 有被潛規則過嗎 哈哈哈 很失禮有沒有 沒有 其實真的沒有 沒有 我覺得模特兒圈不太會有 不太需要潛規則啊 可是模特兒 模特兒更美更帥啊 就是會 對啊 就原來 其實跟台灣講的差不多 台灣我們是有很多就是 外拍小模 小模小模 對小模的感覺 可能會有一些人來問說 欸你們有沒有什麼 可以介紹 吃飯加什麼加什麼 對 有有被問過啦 對 你說什麼遊艇趴那種嗎 遊艇趴 是不知道詳細啊 逃逼 笑音 對 因為我看你之前有跟那個 黑子 一起拍MV 對 算是一個蠻有趣的經驗 然後其實因為又是在 蒙古拍的 然後 變成說我其實從來沒有想過 會去蒙古 雖然是去工作 然後我們那時候只去了 總共是兩天兩夜吧 半夜飛機去 然後 對然後 可能大家都會想說 模特可能就很好 出國工作就可以到處玩 但其實是沒有時間讓你玩 就是我們是 早上六點到蒙古吧 然後 回去飯店放行 然後準備化妝之後 八點開始拍 然後一路拍到 昨天晚上十一點 然後吃完飯之後又回家 然後隔天你可能四點開始拍 對 而且只有兩天兩夜要拍到 所有要的畫面 感覺也很難 嗯 欸那可以問一個很笨的問題嗎 就是 妝髮啊 服裝啊 應該都是那邊會準備 還是自己也要 呃 是那邊都會準備 對 好 啊 但像黑子那個就比較特別是 這好像會被錶耶 就是 我不知道 我就怎樣看 好 就是 所以我那時候在談的時候 他們是跟黑子的經紀公司 然後他們會委託一個攝影團隊 就變成說你有在有一個攝影工作室 可是服劃那個是黑子的經紀公司 來安排 嗯 然後結果後來 攝影工作室那邊 對他們的服劃不滿意 就說 反正你也是模特兒 你應該 就自己演會穿吧 就帶你的衣服來 所以 大部分在那個MV裡面看到的衣服 都是我本人的 畢竟就是外國人在韓國 對 我覺得 很困難的事情就是他們 我覺得一方面他們很像 對於外國人很友好 但是我覺得 說到對外國人友好 我覺得他們還是台灣最好 台灣人真的對外國人很好 對 你知道我的頻道 只要出現外國人 就不會有任何算命在下面裡面 真的真的 然後呢 如果跟一些台灣人拍 就一定會被罵 像我 然後就想說 那我業配 乾脆全部都找外國人來拍好了 真的 就是沒有人會罵我 我覺得台灣人包容力 跟 對外國人友善度真的超高 真的 對 然後像因為我在韓國 我像韓遇到過什麼 有被排擠嗎 排擠是不會 但是 說真的 你要真的打入他們那個韓國人的圈子 真的 我覺得蠻難的 說真的 一開始 你說要認識一些 同業的 韓國朋友 對對對 然後 而且 怎麼想 我覺得他們比較鮮明的事情是 你如果跟他 真的變成朋友 他真的就是把你當自己人 但是你如果不是的話 就真的什麼都不是 我常常有這種感覺啦 有一種隔閡的感覺 不誠懇的感覺 那工作上的呢 就是在模特公司上有沒有比較很困難的挑戰 或是你很大的突破 比如說水中拍攝之類的 哈哈哈 啊 或是泳褲罩啊 之類的 就是那個母星沙 母星沙拍那個 他那時候是冬天 然後叫拍那個 芋蓉衣 嗯 然後可是因為就是 它是一個荒漠 然後就是那邊沒有 沒有廁所也沒有任何就是可能更衣的空間 然後 對 因為我們當時其實是開那個SUV 就是那個休旅車進去 然後結果反正就是車子也進不去那個 真的那個荒漠裡面 就是又圍起來 然後 所以那時候換衣服的時候 那時候好像是零下兩三度吧 你得脫光在那個荒野裡面換衣服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真的很熱 錢很難賺 對 錢很難賺的感覺 就從一開始比較不知名 到現在可能就是可以拍到一些 說得上名號的作品嗎 有沒有賺到 你跟你原本預期 其實跟我原本預期的差滿多的 你是說 往上還是往下 往下滿多的 對 往下滿多的 因為其實 說真的在這邊就是他們扣 台灣人的稅扣很重 像我上個月的薪水我可能收了 就是六七萬 然後被扣了 稅下來的時候就剩下六萬 就是我被扣了一萬台幣的稅金 哇 對 很多耶 等於說就是 七分之一 稅金很硬 那現在狀態是穩定的嗎 就是可以在韓國 生活 其實還是我覺得有點難耶 有點難 因為就是以外國人 因為韓國的他們一般模特兒 其實因為說真的 你有這麼多模特兒的時候 然後你的廠商可能相較沒有這麼多 然後你廠商又會分 半季跟龍季的時候 就你真的沒工作的時候就是真的沒工作 韓國人他們可能就是可以去兼職打工什麼的 但是外國人的話就是因為剛剛說到那個簽證 他的簽證在韓國的法律其實是規定 對對對 說真的就是你前期其實就是要累積名聲 你有名聲之後廠商就會來找你 對那你可以當youtuber 你可以當youtuber 應該不會被罵吧 應該也是被罵 你說被經濟公司嗎 老是不會被公司罵的啦 對那你就當youtuber 會被酸免罵 不會你第一集就說 我曾經 出演過 差點 當上練習 對對對 這個第一集就會被酸到爆吧 不會吧 你怎麼這麼帥 這種話題應該超往一邊酸吧 沒有我一開始也是被罵過來的 你又大吼然後被罵之後 真的被罵過才會吼 被罵之後才開始做這種有意義的企劃 結果一開始就是一些很爛的很口齒然後被罵 好我等你 我們可以一起拍 如果你真的沒錢我們就開始拍youtube 好 假如有一些人可能也懷抱著想當模特的夢 或是想來韓國生活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就是 像我是來韓國住的時候才 就是越來越喜歡這裡 哦 所以其實本來對韓國還好嗎 所以一開始其實很還好 國高中的時候是完全沒有想過 對 可是現在就是因為就是kpop什麼的 很多人其實都可能國高中就想要 甚至更小時候就想說我也會要來韓國什麼的 然後也真的有很多人現在是在這邊當就是交換學生或什麼 對就是韓國最近大事 其實我覺得住起來其實還好像是可能大家說什麼消費很高的部分 其實也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覺得我其實覺得跟台灣比起來其實也 我覺得貴一點點啦韓國貴一點點 因為薪水也很貴啊 這邊薪水也非常貴很多 薪水高高 對 就其實你比較像好像跟台北差不多 對 如果你是入台北的人 就是你以台北的生活條件來看的話 我是覺得真的還好不用太擔心 然後模特兒這個職業就是 就是 基韻嗎 基韻緣分 真的是基韻緣分很重要 很重要 對 也不是人想當就當不好 好像也是 我曾經有模特兒有夢 沒有人要找我走秀 好那最後可以就是偷偷再問一個很爛的問題嗎 欸有整過型嗎 沒有喔 都是真的嗎 都是我自己的 那會被逼整型嗎 公司有 有叫我去諮詳過 然後我真的有去諮詳 對對對 公司就說我想我三根 他們就說我這裡這裡沒用 沒有 對然後就說叫我去弄起來 那你後來為什麼沒有 是公司付錢嗎 是公司付錢 但是我就不想要爭 所以我其實還沒有打算要回台灣 就是因為我的合約還剩一年 然後這一年其實也在想 然後覺得可能會 開始一段很長時間的旅行 就是想說 因為模特兒其實你只要在 你只要人在那個地方 你去試鏡你就是有工作 所以就是我覺得 不需要很局限在一個國家 喔對對對 好像有聽說 就是可以到處跑 對啊這樣 好蠻特別的 謝謝 陳昊今天的分享 不會 讓我們 讓我們知道 模特兒不好當 然後而且 竟然還資深闖來韓國模特兒街 對 辛苦你了 不會大家都辛苦 然後還有很多成就 會把他的資料都放在下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追蹤他 追蹤他 然後呢 看他的MV 對 多看一點 讓大家知道他 有一點名氣 越來越 好 那今天分享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順便追蹤我們的IG喔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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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